好 請看第六題喔 題目說有一個人買這個ECRG的雞蛋 然後他講了ECRG我整個數把他圈起來 然後他說如果雞蛋美金是18塊 那麼 美金18塊 付100元的紙鈔少來兩個10元 跟不足10個的1元的硬幣 請問你 則1元的硬幣會有幾個 這什麼劣勢啊 這題目有點討厭喔 你先想一下好不好 他總共買了多少錢的雞蛋 題目說雞蛋每一斤是18元 所以我買了ECRG 所以應該是18X吧 這是我買的錢對不對 那 怎麼找錢 一定是拿100塊去剪掉它 對不對 然後呢會想 欸會得多少 找回兩個10塊的那是不是只有20塊 對吧 然後還有不足10個1元的 欸不足10個 你還記得我講過一個東西 不足是什麼意思 小於 小於 小於怎麼辦 10個1元 那我就當他是加10就好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邊比較難喔 這邊反而比較難喔 為什麼 因為 原本是不足10個1元對不對 你不知道啊 你就這樣 怎麼辦 當他有10個 那一定比他還要少 這樣聽懂嗎 後來 有 要 因為我是出一個負十八元 所以變大 所以等於多少 X就大於多少 呃 用18約分的話 用2約 九分之三十五 九分之三十五 九分之三十五代多少 等於三又九分之八吧 對不對 所以我說大於他 所以請問你 你要買幾斤 X等於四 因為比較大的話 因為題目講嘛 X是整數嘛 所以至少要四斤 聽懂我的意思嗎 會不會 好 所以等於多少 答案 X等於四對不對 錯 題目是問你 一元一幣有幾個 把四帶進去 把四帶進去對不對 所以變成了 18乘以四 多少 72 那麼 你是拿100塊扣到72 所以你多少 28 那 10元有兩元 那是28嘛 對不對 八個 所以答案是八個 八十八個 八個 這樣會嗎 好 那我想請問你 有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 當然有 如果你覺得這個劣勢 你就老是好難喔 你這題目講說實在話 你這樣算沒有比較快 小弟方法呢 我就用暴力法 反正呢 也不過才100塊而已嘛 對不對 我就慢慢乘啦 來18乘以一多少 18 然後18乘以二呢 36 18乘以三 五十四 五十四 你看嘛 就算是五十四塊的話 我拿100塊去找的話 100剩掉五十四 四十六 是不是四十六 啊四十六的話 跟他那個題目 那個要求是不合的嘛 所以他就不合了 繼續玩出來 18乘以四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100剩掉七十二 是不是二十八 啊是不是剛好兩個十元 是那一元八塊嘛 你這樣算也可以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說 就算你不用 你用不等 你不要用不等式寫 你用暴力法算 都其實沒那麼難 這樣會嗎 可以啦齁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好嗎